飛機師地齊鋼軍,P格關關榮光 呂獲殊榮,服務中成 是你置業官居,樓城買賣的苦幫手 請電416-288-8811 免費股價416-288-8811 好,繼續投資後段時間 剛才說了很多美國方面的消息 現在先看看加拿大本地市場的消息 現在Alfred已經在11月 2010年很快也會結束 其實可以看回加拿大在不同行業 今年的表現 可以為明年一些投資策略做好準備 其實Alfred,我知道有一個圖表可以給大家看看 就是我們加拿大各大行業 今年至今的變化和去年比較 其實看到最明顯的一個增長 就是看到醫療護理有四成多的增長 不過這個IT資訊科技 就反而是跌了 其實可不可以和你簡單說一下 為什麼會有這樣的情況 其實大家看下去 跟美國的情況差不多 都是一些比較沒有受經濟周期影響得這麼大的行業 就比較做得更好 就造成有些公司是比較做得更好 譬如我們TD Newcrest那裡做過分析 他們覺得有一隻股票叫Kangin C 代號就是CNJ 這隻股票就是他們在這個行業裡 批出來覺得會比較做得更好 這隻股票暫時現在的造價 大約是3.25元左右 他們12個月的目標價是5.5元 另外一個行業可以和大家說一下 就是這個電訊行業 說電訊行業之前就是我們可以說一說 普通平均的多倫多指數的派息率就是2.6% 我們經常上來都說過 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一些派息率比較高的股票 在這個行業裡頭 我們TD Newcrest那裡 就是覺得Thompson Reuters代號TRI 就是比較做得更好 它的派息率是有3% 就是說這個高於多倫多的平均 是的 還有它12個月的目標價就是51元 它現在大約是38元左右 這些行業都是比較沒有和經濟周期掛勾 所以大家投資者可以留意一下 另外一件事就是講開加拿大股市 不可以不說這個材料 至於這個材料 我們通常很多投資者都認識這個股票 我們就覺得這個TCK.B是Tech Resources 會做得比較好 很大的原因就是因為這個桶和這個金價做得比較好 所以推動到這間公司的股票和業績都不是很差 我們就預計它的目標價大約會是去到54元左右 就是12個月會去到54元左右 至於你說這個資訊科技 資訊科技我想是之前的升幅是比較大 就是太大了 太大了 比較做得好一點 所以到了今年其實是恢復到一個平穩的水平 可以這麼說 但是比起去年來說就是跌了很多 但是當中也不是說沒有些股票我們可以選到 比如在加拿大的方面當然就是爐頭大哥 Rim 始終這個手機的市場都在迅速發展 再加上它會有些新的產品出來 抗衡這個iPhone的iPad 所以我們對它的前景也是挺看好的 我們對TDNUKLESS對Rim的目標價 就是12個月的目標價是會去到90元 柳伯霞大家都可以看著 就是這些剛才Alfred跟我們說過的幾隻不同的股票 不過我相信很多投資者都想多一點了解 就是這些不同的行業 究竟明年的展望是怎樣 或者接下來的走勢是怎樣 當然自己也要Alfred來跟我們分析一下 不過今天時間也差不多足夠了 明天同一時間早上九點鐘 繼續有《財經3到0》再見 《田中注文》